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好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如果我们在户外 突然发现有人倒地不起 怎么办 如果说有人倒地不起 极有可能是心脏骤停 那么据统计在我国 每年有50万人死于猝死 而且90%发生在户外 抢救成功的概率仅有1% 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突然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人倒地不起 我们如何去判断 他是不是心脏骤停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急救方法 心肺复苏 那么今天 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安妮老师 来一起给大家做演示 当我们发现有人突然倒地以后 我们要迅速的跑过来检查 是否是心脏骤停 那我们采用的是 一听二看三呼唤的一个方式 进行判断 你好 你好 你好你怎么了 当我们有反应以后 我们侧耳朝他的鼻子这边去聆听 他是否有呼吸 然后我们的眼睛对准他的胸腔 看是否有起伏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好那么经过9秒的时间 我们初步判断 受害人 没有了自主呼吸 也没有了心跳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立马 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 如果有人的话 我们立马去 指定一个人去打120 穿绿衣服的先生你好 请马上帮我拨打120 穿红衣服的女士 请立马帮我寻找AED 好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要解开当事人的外套 找到量入连线的终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双手重叠 上面的手尽量往后掰 往后翻 然后再量入连线的终点 进行按压 那么高质量的心肺复苏 按压的深度大概是 5到6厘米 频率大概是每分钟 100到120次 30次为一组 5组为一个循环 那么我们可以用 手术的方式进行计算 我们在按压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两只手 向前面夹紧 然后形成一个坚固的三角形 用我们的宽宽节发力 来我们开始按压 010203 7282930 好开始进行吹气 30次按压结束以后 进行两次吹气 吹气之前我们要首先检查 患者颈椎是否受伤 双手抬起他的脖子 轻轻检查 好颈椎没有受伤 然后进行看查看 口腔是否有异物 大拇指 拔开他的嘴巴 拖着他的脸颊 检查 口腔无异物 然后开始进行吹气 右手捏着他的鼻子 打开气道 两手使劲地往上面 往上面推 使其与耳部平行 才能打开气道 开始吹气 好 开始下一轮按压 01 02 03 04 05 06 那么我们五组一个循环 我们按压完以后 我们要检查 患者是否恢复自主呼吸 来我们和刚才一样 耳朵贴近他的口腔 眼睛看着他的胸腔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好的此刻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通灵先生 已经恢复了自主呼吸 这时候我们立马 帮我们的患者 把衣服穿好 衣服穿好以后 进行安抚 通灵先生您好 请不要担心 我们已经帮您拨打了120 120到来之前 我会一直陪伴在您的身边 好 我们就 接下来就静静地等待 我们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等待120和医生的到来 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心非复苏的全过程 你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